同样是北海岸的相关报道 三支区巴林西左岸的福德红桥 是三支当地著名的景点之一 这一座古典的老桥 现在却因为年久失修 桥面多处木板松坡 吊杆螺栓也都生锈变形了 因此日前三支区长就会同了各里里长 还有相关全责单位人员一同参与讨论 在听取了地方上的意见之后 决定要把红桥以修缮的方式进行翻新 早日让红桥恢复原有的安全性 位在巴林西左岸的三支福德红桥 除了是三支区著名的景点 也是当地特色之一 而现在却发现昔日美丽的红桥 已变得老旧不堪 桥面多处木板松坡吊杆螺栓 也生锈变形相当危险 因此日前三支区长邀请各里长 及相关单位一同讨论 并在听取地方意见之后 决定将红桥以修缮的方式 进行翻新 那主要是这个桥在103年 它在做税修的时候 那当然就发现有一些的虎石 螺丝帽的一些的问题 那在我们104年的时候 它因为认为就是说 刑检公司认为就是说 这个地方必须做一个大修的这种情形 所以我们希望说区公所这边 以维护跟修缮的方式 将红桥继续保留下来 我相信红桥是我们三支人的记忆 如果他不在了 那不知道三支还剩下什么 所以说希望说三支区公所这边 跟建设公司一起来讨论修缮的问题 在三支发展修缮产业里面 它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如果说改成水泥桥 那么它就没有办法期待它的功能 因为它功能是观光 不是那个其他的桥能够期待 据了解红桥重建与修缮工程 都需要约500万元的经费 不过若是选择重建 将改为水泥拱桥非原有的钢拱桥 但因为多数人认为 红桥已有11年的历史 除了古色古香 也非常具有艺术与文化特色 若改成水泥拱桥 将会失去红桥原有的样貌 而里长们也认为 当初建造位设想周全 才会导致钙没多久 就让红桥结构产生问题 那经过地方上大家的意思 就是认为就是说 必须要维持代表一个地方上的观光 它有一个历史的价值 那因此我们就尊重地方上的意见 那我就是朝着维修的方式 然后来做一个规划 三芝福德生态公园 以水车和红桥文明风景优美 区长也表示 这次的会议就是想听取地方的声音 主要是希望让红桥 恢复应有的安全与容貌 为了让三芝人记忆中的红桥标就此消逝 后续将开始进行修缮工程 让后代子孙也能目睹红桥的魅力所在 记者廖品涵黎又三芝采访报道